他们都非常的爱国 所以乐观与活泄稳定的发展 因此可以看出 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的善良和可爱 但他们的智慧和勇敢 也是世界无比的 所以当今世界和中国的人道人 应该自重理当 为我人民 为我人类多多谋幸福 更不要无难而有霸道 你们在干什么 请不要论为我们不知道 谢谢 好 谢谢江西的李先生 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来接一位 湖南的观众汤先生 汤先生你好 湖南汤先生 还在线上吗 好 下一个是四川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四川陈先生 好像也不带线上 今天线路有一些问题 威克博士我们就接着 刚才这位是江西的李先生 这个话题 他认为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满意的 对于满意的这种要求 这个点非常的低 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了满足 那么在PU研究中心所在进行调查的时候 所问的问题究竟是哪一些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在生活方面达到满意的程度 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能不能举一两个这样的比较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一些问题 是的 我们要发现一些问题 他们的这个工作情况 收入情况跟家庭的这个生活 那么我们对于他们生活的这个这些情况 以从零到十来这个进行评价 那么零就是很差 八九就很好 而且我们还提到这个五年以前 跟八年以前来比较 在中国的一般的民众的反应 他们一般来讲并不认为 这个程度的非常 满意程度非常高 尤其跟五年跟八年以前来比较的话 他们的满意的程度呢 是偏高 但是不是很高 当然一切情况并不是非常完满 可是与这个五年跟八年以前 很可能是比较好一些 我们也问他们到今后的五年到八年以后 你讲预期将来这个满意跟幸福的程度 那么所以我们就从回顾 更前瞻来问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 就是在调查当中 在PU中心的研究当中 肯定问到了就是 中国的老百姓认为中国所面临的 最重要的或者是最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以后 那么中国老百姓最关切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呢 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 还是和自己的经济利益生活 息息相关的这种社会福利 比如说医疗保险啊 就业啊等等 和这方面的问题 哪一方面是他们认为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我们提出好些问题 那么基本上是三方面 这个经济跟这个贪污腐败 还有环保的这些问题 虽然有的人经济还是过得不错 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通货门障 是非常担心的 还有呢 贫富悬殊也是他们这个关注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经济问题是最关注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关于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 他们也有这个关心到 这个政治领导的这种贪污腐化 还有这个社会福利 还有呢 就是关于他们环保的问题 也关怀到这些问题 尤其是环保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数据呢 中国老百姓的确是越来越关注到 生态环境和保温 比如说水的污染 跟空气的污染 都是一个在中国很大的问题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这个皮温研究中心的 这个全球态度报告 最新的报告是七月份 七月底刚刚发布的 那么在生活满意程度方面 中国排名第一 那么排在前几名的 都是哪些国家 比如说前五名或者前三名 是哪些国家 除了中国以外 我们看到全球各国 它的这个对于人民满意的程度呢 有不同的反应 在中国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是澳大利亚 他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而且有一些乐观的态度 那么还有呢 就是亚洲跟太平洋地区的老百姓 另外就是印度 老百姓也是比较满意程度偏高的 我们还看到 在印度不断的老百姓 还是比较这个满意的 但是去年稍微偏低了 那么对于这个经济 比较高度开发的国家 像日本跟西欧跟美国 这些国度呢 他们满意的程度就比较偏低 他们对于他们的国民经济 这个满意程度不高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好像满意程度比较高的 是亚太地区的国家比较多一些 那么传统的这些发展发达国家 比如说刚才你也提到了 日本欧洲国家 包括美国 那么相对来说 在这次报告当中的 这个排名比较超后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部分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老百姓对于经济的发展 跟未来的他们的经济 跟生活的程度是比较关心 还有呢 关于国际的贸易的问题 对于美国来讲 是比较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很多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印度 在这个经济上 他们也是感觉到 一种担心 他们认为世界有许多国家 不断地在发展 而且对于世界经济 有这个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比如说 美国跟日本的老百姓 对于这些问题 对于美国跟日本经济的发展 他们关忧关怀 我们线上还有很多听众和观众 我们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湖南的观众 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湖南王先生 我对皮尤这个中心研究的结果 我基本上还是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就因为皮尤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 这个研究机构 和盖勒普这个名声都比较好 比较客观 那么至于中国为什么有这么拍的第一名 和80%的满意度 这个解释大部分还是是这么 我认为中国它的主要是正常点的 起点 原来首先是长期的鸡汉胶婆 或亚婆国众 或外国啊 这个新流造成的这个 中国是老苦大众 以及大部分人群里都是说是苦不开言 那么这些年 尤其是邓先生上台以后的这些年 三十年来 中国的经济可能是在历史上最好的 社会这个变化啊 经济增长点 是比较好的一个形 整个形态 但是也云生这好多问题 假如中国是这个长时间的这种增长之后 它显然增长也发力 那么遇到像美国 在日本这种情况 他们的增长 显然已经这高潮已经过了 中国现在取悉这种情况呢 如果是像你们的 那么它的满意都也可能会降低的